大家好 我是陈寗 很多朋友会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他会看我最近不是会一直买黑胶吗 像这张一袋宗司 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一袋宗司 这张等一下会再出现 不睡不及 等一下会再看到 很多人看到我一直买这黑胶 他就会问我说 陈寗是不是要很有钱才可以玩黑胶 首先 我必须说两件事情 第一个我并没有很有钱 第二个 但这不是重点 第二个是 并不是很有钱才可以玩黑胶 因为黑胶其实也有很便宜的玩法 相对于 你之前看到那一支陈寗的另外一支影片 就是什麽 一台黑胶换一间房子 那一支影片 我必须说 他确实是给大家带来一个误解 我原本的本意是想要告诉你 黑胶有很贵的机器 但是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并不是 多那么贵 黑胶其实也是有五六万就很好听的机器 那五六万是什麽概念呢 五六万就是像我们那个 最入门的欧拉利克 Otel G1 那个串流播放器 他现在就是 他涨价了 他八万 所以 你看 你买一台还蛮好听的 就是现在在陈寗严选商城上面 那个VPIA 的那一台机器 那一台才六万七千五 你 都还不到一台串流机的价格 那你就可以有很好听的声音 所以 黑胶并不是一定要很有钱才可以玩 那什麽样的人适合玩黑胶 那玩黑胶的时候 你首先你在入门之前 你要先注意哪些事情 今天我就先来跟大家聊一下 因为其实 我必须说 黑胶这种东西 对我来说也是最近才开始玩的 之前都是玩CD 玩串流 什麽的 但是黑胶我高中的时候曾经玩过 可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 高中就是要拼考大学 所以没有那个时间去慢慢地弄这些黑胶 那现在 有助理了 我们有助理帮我做很多事情 那我就可以认真的去研究黑胶 所以 也开始我的花钱如流水的日子 比如说像刚刚拿的这张一代宗室 我就买了两套 那为什麽买两套 因为他有两个版本 我想知道remaster过有什麽不一样 所以 所以有这个张吉的版本 还有另外一个 我不知道那个该怎麽讲 就是 等之后拿到的时候 我再开箱给大家看好了 反正 那一张 一代宗室remaster 版本 我很想吐槽他 因为他的封面看起来很像Vanka 但是 他却是一代宗室 所以怎麽说 反正 就是一直这样 东买西买 东买西买 花了不少钱 所以今天 我就来跟大家聊聊 我玩这段时间 玩了黑胶的一些想法 那也顺便就回答刚刚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很有钱才可以玩黑胶 那开始之前 记得要订阅我 那如果看完这影片之后 你说 陈寗 那我也想玩黑胶 那麽 现在目前 在这个严选商城 我会陆续上架 就是我的严选的组合 但是因为 毕竟刚开始嘛 所以我还需要花很多时间评估 我每一套严选组合 其实都会花非常长的时间评估 甚至 有些东西 我评估的时间长达半年 有些音响是这样子 像 当时 那个Find 的那个 的评论 就是过了半年 我才给大家我的最终定论 一开始只是先跟大家讲 他很像 Tannoy 什么 可是最终的定论是过了半年之后才去跟大家讲 因为音响这种东西需要长时间 run in 跟熟悉 你才会知道他的每一个细节 所以 目前我还在评估 那 但是如果说 你已经等不及了 你想一套很好的黑胶 那我也可以 你直接在资讯栏里面找到 line 的连结 传 line 给我 我可以直接先帮你搭一套 因为其实 我现在已经有一些口袋名单 就是很不错 只是我还要再从中去选择 因为 陈寗严选不是有入门组、进阶组、顶阶组 所以 这个分类还没分好 但是已经有可以用的了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 line 直接传给我 我来帮你配 那我们就开始啰 好 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是不是要非常有钱才可以玩黑胶 这个答案是错的 其实 黑胶这种东西 他贵 有很贵很贵的 便宜又很便宜很便宜的 贵的 你会发现 什麽 一台黑胶的机器要1000 多万 比如说 像前阵子那个音响展 就去年 那元山音响展的时候 那个博企音响 不要怀疑 他真的就叫博企音响 他的公司名字要这名字 我一开始也很怀疑 但是他真的就叫博企音响 这个博企音响 他们就展示了一台黑胶唱盘 说好像是一台300 公斤吧 那他的价格 我记得定价那时候看好像是35 万还是45 万美金吧 就是一台黑胶转盘 还不含唱坊 就是那个黑胶转盘的价格 就已经可以买一个小套房了 我公司对面的小套房才900 万 你要一台唱牌还是要一个小套房 对不对 所以 这种东西你说很贵 真的是可以很贵 像我现在很想要很想要但是 不敢下手去买的黑胶唱盘 Nagra 那一台500 万 可是你要说便宜 也有非常便宜的 以前在那个众筹群众募资 不是就有发生过人家去拿那个淘宝的零件 回来众筹的那一个 那个什么嘖嘖黑胶转盘纸盒的那一个 那个就2000 块 所以2000 块也可以听黑胶 1000 万也可以听黑胶 他不是说一定要很有钱才可以买 那你什么样的人适合玩黑胶呢? 我认为有几种人 第一个是你真的很喜欢音乐 你对于音乐的每一个细节你都很喜欢的话 那么黑胶你真的非常适合去玩它 因为黑胶这个东西 他在制作的时候 他除非你遇到 我们有另外一支影片 是我跟音乐制作人 Andrew 老师 吴敬兰先生 对谈的一支影片 他里面就有讲 就是有一些黑胶 他就是很随便 就是拿张 CD 就直接拿去磕黑胶 但这种是少数 大多数 他在制作黑胶的时候 其实都会重新再去remaster过一次 或者是有一些很经典的曲子 比如说罗戴尔老师的那些 什么光阴的故事 他当时发行的时候都是黑胶唱片 所以你想要听到最原汁原味 或者是一些重新处理过非常好听的曲子 其实都要靠黑胶才可以取得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音乐的话 比如说你很喜欢听古典 你喜欢卡拉扬 那么 你去收集这个卡拉扬的黑胶 当时的版本 remaster过的版本 然后甚至你把 CD 都收 你去听去比较 你会听到非常非常多 你过去所没有听到的细节 因为 其实音乐在变成 CD 数位化的过程中 因为取样率的关系 其实多少都会损失掉一些东西 举例来说像我非常喜欢的卡拉扬的莫扎特安魂曲 他的安魂曲有两个版本 那其中一个版本 这是我在之前 大家可以回头看的是频道会员专属的影片 就是在音响展的讲座里面提到的那一张黑色封面的那一张安魂曲 那一张安魂曲 他有 CD 版 有 SACD 版 有 Hi-Res 版 那我在这个音响展的讲座里面有讲过嘛 就搞了半天 SACD 版比 Hi-Res 版还好听 可是呢 你如果去收到他的黑胶 之前我也有给大家看过 好像是在周杰伦还是小百合那一张 那支影片里面有展示给大家看过 就是那一张 CD 的黑胶版本 你再去听 你会发现 有很多环境的噪音、细节 在变成 CD 甚至 SACD 的时候不见了 所以呢 其实黑胶呢 虽然我们都说他在技术上 有一些先天的限制 可是呢 因为他天生的这个整体的声音的响应 频率响应曲线 还有他的科片方式的关系 所以他其实对人耳来说 听起来会比较舒服 而且你可能会听到更多的细节声音 但是呢 这个时候就出现第二个问题 就是 可是我每次听黑胶的时候 比如说你去陈品的时候 陈品不是有一些展示的黑胶机 我用那个听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听 不像陈寗你说的那么棒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时候呢 就要提到就是 你如果要入门黑胶 你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黑胶唱盘的等级 黑胶唱盘这个东西呢 其实 你说他简单吗 他很简单 他就是一个会转的盘子 再加一支唱壁 然后一个唱针 然后去拾取这个沟槽上的声音 可是你要说他难吗 他也可以做得很难 因为呢 这个转盘转的速度有没有恒定 是不是标准的33又1 3 转 他的整个成盘的这个振动的控制意识处理 有没有做好 这个唱针呢 他的灵敏度 在拾取这沟槽 这个你肉眼都看不到的沟槽里面的资讯的时候 他的灵敏度做得好不好 他的唱壁 滚动是不是滑顺 这些事情呢 都会影响这个黑胶的声音 这也是为什么黑胶他的价格 可以有那么大的差异 你去成品的时候 通常啦 店员让你试听的就是那台最最最便宜的那台 铁三角的黑胶唱盘 那那台黑胶唱盘呢 我只能说他就是听个响 就是有个声音而已 那个东西呢 我说话比较 比较 不那么直接啦 我另外那个代理商朋友 他听到那个东西直接跟我说 那个就是 我就不讲出来了 但是他呢 他就说 那就是 那就是 他就是直接这样跟我讲 那我必须说 他说得非常有道理 因为呢 再好的黑胶 哪怕是最新最新的周界人的黑胶 放在上面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杂讯一大堆 导致呢 很多人以为黑胶的声音就是那个样子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差不多 其实不用很贵 大概 一、两万、两、三万 一台 等级还不错 就整体的这个结构设计 有做好的黑胶 在唱盘 再搭一个 AutoFone 一个入门的M的唱头 其实呢 很多时候听起来他的声音的真实感 尤其是用一种一些比较新的黑胶 比如说像这一张 这样看清楚吗 像这种 这个比较新的这种 一代中是这种新压制的黑胶 他的声音的干净程度 还有他的低频的真实感 那种鼓声的那种扎实 那种鼓皮的弹跳 其实 会比你用同价位的CD 还要好听 那你说真的会这样吗 其实真的 之后 有机会 因为我收黑胶 我有收长屁 所以为什么 我说最近花钱如流水 就是 我正在把我有CD的黑胶都收 然后呢 有一些黑胶就特别难收 就涨了两倍三倍 比如说最近买了那个魔戒 涨了三倍 那也是照买不误 那到时候 我想个办法 因为我有Nagra 7 那他有平衡输入 所以 我应该可以想办法让大家听听看他的声音差异 其实 那个真的你一听就知道 他的整体的那个鼓声 他的一些真实乐器弹奏 吹奏的那种声音的真实感 是落差非常大 这也是为什么 人家说 陈寗你为什么忽然间爱上黑胶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再来呢 还有第二个 刚刚讲的第一个 适合玩黑胶的就是 喜欢音乐的人 第二个 就是像我一样有收藏癖的人 为什么呢 你买一张CD 你去买一张一代宗师的CD 一代宗师呢 我们姑且不论他电影怎么样了 其实看了一代宗师之后 你会 第一个印象就是张子怡真的超正 好漂亮 但是呢 重点是 你想要收藏他的相关周边商品的时候 你买CD 就是一个小盒子 可是呢 你买黑胶的话呢 这么大 光是这个面积呢 就是四倍大 你可以看到四倍大的张子怡跟梁朝伟 不相吗 然后呢 当你把他打开的时候 快乐地打开这个东西的时候 里面呢 还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干脆整个拿出来好了 其实我很不想拿出来啦 因为每次拿出来都有刮伤的危险 但是呢 今天 给大家看嘛 我们就把他拿出来 我好怕 看一下 其实呢 对很多人来说 买黑胶这种东西呢 他不只是买黑胶 其实他买的同时也是一张海报 所以呢 我最近呢 都跟我那个助理讲 因为其实他很想买 但是他发现说买了就不能干嘛 买了就拿来我这边听 我就说 你不要这样想嘛 这个东西呢 就是买海报送黑胶啊 那海报你拿回家 黑胶给我就好了 那我才不要呢 反正就是 我说那你可以放在这里 只要你没有离职 他就可以一直听 那我离职怎么办 我说你离职就留下 那我不要离职 就会出现这种非常 一堆干话的对话 但是就是这样 你看多漂亮啊 买了 就送 海报 然后呢 这个一代宗师这一张啊 他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的黑胶啊 是 大理石文限量版 有没有 看到有没有 谁要看梁朝伟 张子怡 有没有 很棒 所以呢 黑胶呢 对于有收藏癖的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买的东西 而且呢 我手上的这一张呢 还是限量版的 他上面有编号 就是 限量1000张 然后这是421号 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到 看得到吗 这样子 可以看得到 好 我不要再拿他了 等一下掉地上 我会哭死 放旁边 等一下再收 所以呢 那 如果你对这种音乐 尤其是比如说歌星啊 你有收藏癖的话 其实黑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藏 像我最近买那个 Linkin Park 的那个 那个专辑啊 以前那个小小张 买来 这么大一张拿出来 透明彩胶 那个每次 我都觉得我助理 我都不知道他是真心还是假意 每次抽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 哇 Linkin Park 那天那个 他现在在那边又做这个脸 那天 John Williams in Vienna 的那张 走来的时候 我太太第一个看到 金标耶 看得好高级 然后呢 在门口的时候 他看到金标耶 高级 拿到后面的时候 我助理看到 哇 John Williams 星期大战 我都觉得 真假啦 你那么兴奋干嘛 我买的人都没有兴奋 他现在在那边 他很兴奋 他说他是真的 我看出来了 所以 你看 黑胶就是这样的东西 他不只满足你对音乐的喜好 他可以让你听到很多有趣的细节 第二个就是 他对你的收藏癖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最后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之前问那个陈平店员 我们讨论的一个心得 就是 为什么现在人不太买CD 因为呢 现在很多人听音乐 他从哪里来 就是Spotify 或KKBOX 或者是Tidal 没有 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数位的嘛 那你再去买一张CD 那也是数位的 买起来没有收藏感 就 你KKBOX 就可以听的东西 我买CD干嘛 除非你像日本人 给你弄个CD特点 可是呢 现在买CD特点 买回家要干嘛 订队而已 所以 CD现在买的 通常就是 握手券 握手券抽出来 CD就把他拿走了 但是呢 买黑胶不一样 买黑胶回家之后呢 他是一个 我就讲买海报送黑胶 你摆在那边看了就很开心 就特别有一个收藏感 那当你要听的时候 又非常好听 所以呢 重点呢 不是在于你有没有钱 而是在于你是不是真心地喜欢这个音乐 你真心喜欢这个音乐 那买黑胶 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的投资 而且 其实啊 现在黑胶很奸诈 很多都只出一千张 所以后来都会涨价 所以呢 当你看到喜欢的时候 不要犹豫 下手买就对了 买了之后呢 当你未来有一天你想听的时候 那我们再来讨论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是音响层面的问题 但是我必须可以很直接跟你讲 不要认为黑胶是老人玩的东西 也不要认为黑胶比较难听 黑胶在有调整好的唱盘上 他好听的程度 常常是碾压同等级的CD 或者是同等级的串流播放器 而且不用花很多钱 通常2、3万块 5、6万就可以买到很好的组合 就是这样子 那现在呢 你会听到那个救护车的声音 他已经开过去 希望平安无事啦 每次听到救护车的声音都会很紧张 我们提他紧张 所以 希望他没事 今天就讲到这里啦 那这黑胶的呢 之后会有更多的内容 因为我买了很多黑胶 所以呢 我可以开箱黑胶给大家看 前阵子还有人敲碗说他要看 不知道哪一张黑胶 我忘了 好像是夜会美吧 所以之后我们一张一张拿来给大家看 然后呢 黑胶在玩的时候 也有很多都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之后再来聊 今天就聊到这里啦 那最后呢 如果你看完影片之后 你觉得说 曾瑜的影片太有趣了 我也想要玩这个黑胶 那么呢 在这个影片的资讯栏里面 有这严选商城连结 有配好的组合 那如果你觉得那个太低等级了 勾不上你的这个高级的系统 那么有LINE 的连结 我可以帮你配更好的系统 那如果说你看完影片之后 觉得说 我想要支持你 但我还没有玩黑胶 在资讯栏里面呢 也有这个频道会员的连结 旁边呢 也有超级感谢的按钮 这两个都可以支持我 把影片做得更好 可以拍更多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的收看 也谢谢你的支持 我是陈寗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